5.捉鱼 去年暑假里的一个下午,哥哥带我去捉鱼。 我们一个拿着小盆,一个提着木桶,一起来到小溪边。 沿着小溪,哥哥边走边看。 不一会儿,他站住了,指着脚下的溪水说,这里水流得慢,鱼又多,我们就在这里动手吧。 我一看,真的,小溪的上游很窄,下游也很窄,但是这短短的一小段, 却比较宽。 上游流下来的溪水,到了这里就一下子卖下来了,水里果然有不少鱼呢。 我连忙脱了鱼,跳下水,就伸手去捉鱼,可是,鱼一条条的从我手里溜走了,根本捉不到。 哥哥站在岸上笑了,说,你这样捉怎么行?来,我教你。 他边说,他边说,边跳下了水,指着两头溪水比较窄的地方,对我说,快,用泥在这里筑两道坝。 把水堵起来,我们动手从两边用泥筑吧。 坝越筑越高,很快就围成了一个小水池。 眼看着不少鱼被围在小水池里了,哥哥说,现在可以咬水了。 我们就一起用小盆往外咬水。 哗,哗,哗。 小水池里的水越咬越少了,鱼儿惊慌地乱蹦乱跳。 我放下小盆,一伸手,就捉到了一条鱼。 这时候,哥哥也捉到了一条鱼,放进桶里。 我俩你看我,我看你,高兴得哈哈大笑。 一眨眼的功夫,我们就捉到了好几条鱼。 我们越捉越有劲,心里快活极了。